来到转角处只见地面两侧写上人行道标示 但抬头看遵循方向一边是耗质感 通往机车阁无法通行 另一个则是会迎面撞上标志感 设了人行道却好像哪儿都没办法走 这边又有这个耗质灯在这边 对对对 会妨碍行人行走 设人行道就是要考虑到行人走的时候 能够顺畅能够爱钱 对啊已经习惯了 看他路就这么宽 还好吧 不然你要不要把他哪里去 当地居民司空见惯 见怪不怪 但再看一次这标线真的很不对劲 新竹市水田街与金国路二端路口 被民众痛批是否随意划设人行道 却为考量道路现况根本是便宜行事 不过新竹交通处澄清 别误会别误会只是过渡时期 因为两侧的障碍物 以及中央分隔岛都必须做调整跟迁移 整体的施工骑程较长 市府目前是先用标线人行道的方式来衔接 既有社区人行道的断点 以及两侧行船线 然后提供行人有一个安全的等候空间 原来是误会一场 但道路狭小得彻底改善行人与车辆的交通问题 恐怕得历经无数次商讨及修正才能获得显著改善 民事新闻黄照康星主报道